那边读书工作 有一个朋友 太太跟她一个朋友非常要好 就是她那个朋友的太太 跟她丈夫一个朋友的时候非常好 以后她的丈夫看出来了 就跟她离婚了叫她去结婚 结婚她就参加婚礼送礼物 你怎么会私心呢 她说她照顾她比我照顾得更好 不容易啊很难得啊 居然让我们看到世界上有这个人 这叫真正懂得爱护她 样样替她着想 没有占有啊 这个占有是私心的 那占有是让人家心里难过 你看她能够成人之美 这个很难得 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中国人看到 都是都感觉到这个事情很好笑 我一个人说这是真的 这是真正有爱心 真正替别人着想 而不是为自己着想 你看太太嫁给别人的时候 还保持很好的友谊 还常常往来 不是不往来了 就去年看到的 那么这个这也叫顺其自然 第九是想办佛学报纸 让形式适合年轻人 需要把关的边界才能如法 不至于误导众生 请老法师开示能如愿吗 佛法里头常讲 有愿必产 又何况呢 人有善愿 人有善愿 天都会帮助你 你这是善愿 是好事情 所以你一定会成就 你会遇到好的边界 边界人才来帮助你 最后一个问题 原来 听师父讲经度经 后听别人话 辞去工作 想达到讲民族文化的愿望 先去单位 收费很高 学习时焦虑 脑子乱糟糟的 这种状况怎么办 这个是你判断筹 凡事要想得很周密 语速则不达了 实际音乐没有成熟了 要有耐心等待 你听经读经 时间不够长 听经 你没有真正体会到教育 所以你才把方向目标 做错了 所以你要问怎么办呢 恢复听经 恢复多经 暂时把这种事情过止 一年后 两年后 三年后 因缘成熟了 你做事情就很顺利了 语言不成熟 不要去制造因缘 制造因缘 也是条件够了 没有条件 你去制造因缘 会搞错了 这个是语俗 这不答 所以你现在来问 你要恢复多经 恢复念佛 老实念佛 求感应 早年张家大师叫我的 他老人家给我说 佛事门中 有求必应 但是有求不应的时候 是我们内心有障碍 有业障 所以一定把业障消除 感应自然就现前了 那么我听老师这个教训 一教奉行 在这么多年当中 遇到一些困难 想到老师的话 确确实实 很顺利 能够透过 总是要实现 这一份是中国同修的问题 有九个问题 第一个 儿童读经 师父也要一部经 背三到五年 不需要 儿童读经 最重要 他要能做到 这个大学里面 给我们讲 我有本末 四有宗实 知所先后 则经道义 儿童最重要的 是 伦常的教育 这个一定要 从小杂根 这是圣贤的第一字 古时候人读书 跟现在读书 目的不一样 古人读书 志在圣贤 目标是 做圣人 做贤人 不像现在 现在人读书 目的在哪里 目的在赚钱 完全不想懂 不会做人 所以儿童教育 一定要懂得 教他做人 至于赚钱 你能赚得到吗 如果能赚得到 空老夫子 也来拜你做老师 这释迦摩尼佛 也向你学习了 赚不到 这个要知道 钱从哪来的 你命里有的 你命里没有 想尽方法 赚不到 命里有的 无论做什么工作 这钱就会来 这个事情 注意啊 能把了凡思训 念三百遍 你心就定不 你就不想再赚钱了 那为什么 在当往下 命里钱从哪里来的呢 钱是 多生多劫 修财不失来的 你看看 佛在很多经上都说 常想啊 财不失得财富 命里有财 法不失得聪明智慧 无为不失得健康长寿 我们一个人一生 习求的这三桩事情 命里头有因 那命里头没有怎么办呢 没有可以修 你懂得修音吗 那我命里头没有钱 我拼命修财不失 我没有财不失 一块两块总有嘛 有就不是嘛 那就越是越多嘛 越是财越多嘛 我从小人家算命 那不是不是一个 很多人给我算命 看像 年我出家了 我们韩馆长都拿我的把子去算命 几乎算命去呢 我这一生的说 命里没有财富 所以没有财富 命中注定着 贫穷下贱 建议上没有地有业 穷是没有财富 所以你看到个做官的 做领导人的 那个命里头有官印 有官印 我命里头没有官印 所以算命过程 你就是出家也当不了主持 为什么 你没有官印 没有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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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财富